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生化危机新电影的上映以及不少游戏的发售 总体来说收益也同比增长了7.5% 但是今年发售的卡普空旗下最重量级的IP续作生化危机期 比起发售初期还算不错的口碑 销量却也并不理想 上个季度3月31日为止 生化危机期销量为350万 而截至6月30日本座总销量为370万 也就是说就算本季度不断的打折促销 也只卖了20万份生化危机期 还不如NS上那个评价弱爆的 终极街巴尔虫质版的45万分 也难怪卡表这么喜欢超冷饭了 至于3A级新作 还是等明年看怪物猎人世界的表现吧 腾讯的VGame平台最近正式开启了内测 近日腾讯又以1770万英镑 入股了过扇车之星经营危险的开发商 成为了该公司第二大股东 看来过扇车之星登陆VGame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这里不得不感叹一下腾讯 却是既有钱又聪明 对内积极拉拢国内的独立游戏开发者 对外又不断入股 小有名气的游戏开发商 看似TDP上新游戏的速度很慢 其实腾讯的布局比国内其他单机游戏平台要强势很多 虽然腾讯说这次做VGame单机平台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是以商业利益为最大目标 但是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小编可不信这个平台是亏本的 未来的国内PC平台局势如何 也许在9月1日VGame正式上线的时候就会彻底明了了 如果腾讯不跳飘的话 Xbox宣布极限技术将联动最终幻想15 王子作驾雷加利亚明天登陆地平线3 另外最终幻想15也更新了1.13版本 加入了每天无敌半小时的魔导服 加入新的连续机系统 再次举办莫过利陆星鸟加年华等 不过听说此版本国行比外服更新的内容大了很多 有没有玩家可以验证一下的 其他还有绝地吃鸡玩家人数峰值增长到Steam第三 泰坦将链明天加入橘子会员 下月加入一夜会员 NBA 2K18经理模式大改 勇者德龙11 3DS和PS版顺利占领了上周日本游戏榜的前两名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